字幕提供 大家好,歡迎收看 Bacord Airsoft 今天早回到開箱文 今天要討論的是FMA最新的LA5C豪華版 豪華版是多豪華呢,價錢也很豪華 之前的版本預算是三四倍價錢 豪華版有什麼不同呢,慢慢說吧 這個盒子全透明,底面有些簡單的指示 之前的是黑盒,這個透明盒 裡面也有些Label,有FM Padding 盒子就這樣 手刷有些簡介,講一下設定 入電池,也照顧一個123A 這裏有些規格,可以參考一下 最強的Laser 夜晚達到兩公里 兩公里多遠呢,預算在油華底 在尼東道直路,一直照下去,照路尖沙咀的感覺 說回盒子,這個盒子也是膠 始終是玻璃纖維 但這個膠是尼龍纖維 尼龍纖維就比較硬 表面比之前的漂亮 之前的版本,而且是瘦一點的,之前是肥一點的 這些位置都做了類似陽極的處理 但應該都是噴油而已 這些位置其實我覺得有點鬆 它跟真的有些相同之處 例如這些點位置,點衣滴油就用來防水 不小心,可能滴了一滴 這裏就馬不掉了 這次的位置是真的 真的可以調上下左右 這個就是調 IR 燈上下左右 這邊就是同一時間調整兩個 一個是紅點,一個是 IR 紅點的上下左右 同一時間調整兩個 另外,跟上次不同之處就是 這個之前的有一個200 流明的燈 這個只是 IR 燈,沒有LVDE 白燈 這邊有一個是 IR 燈,一個是 IR 燈 至於這兩點,就是這兩個藍絲的燈 領出來領緊它的用途是 預防用家不小心去到最高的設定 就是雙眼而已 但老實說,如果我是軍人,我有這個東西 我當然有這麼大,有這麼厲害,領這麼厲害 最好一下子射到別人,射回它 但如果安全起見,它就建議這樣鎖 但是我想也沒有太多人用 這裡就有一顆,123A 這些位置就 比較印象中,因為我之前已經放了 所以我都不太記得是什麼樣子 但感覺上是比較實正的 而且這些位置,之前列併 它會鬆一下大家 現在鬆一下這個位置 我按住這個位置,其實都沒有什麼鬆的 那這些呢 其實都有點緊的 那你調呢 那你聽到的聲音,就是調上下左右 那這個就要用螺絲批條 那 現在試一下Laser 這個是低設定 白色消化的 用眼看,當然沒那麼散 黑色的表面 那這個就是細 細設定 強設定 其實這裡你也看到這條線 上面寫著IR,下面寫著Fizz Fizz應該是For visible 應該看到的光是 低和高檔的 紅Laser 上面就是IR 我現在的夜視鏡又不在 遲些時間就補回影片 那現在只可以用電話 某些叫做Night Vision App 那些夜視 App 就是純粹把你的 EV、ISO的調部最高 最敏感 讓你一點點光 都可以看到光不解 那等下都會露出一點點東西 那 overall來講 就是 那個鼠尾也同時不同的 那之前的鼠尾就類似你那些 那些耳機3.5mm jack 那這個就是用這個鼠尾 那按 那按一下就按一下 那兩下就是長著的 那你都留意到 著的時候 後面有綠色燈的 那綠色燈有時候 你不過意長著了 自己不知道又見不到 那可能就會知道 那現在上了一支窗 那之前都做過一個影片 FCC的PDW 那我買它最大原因 那其實這個顏色都很好 那我遲到有機會 或者可能會噴近一點的沙色 那因為現在這個顏色都 對我來說好像不太適 那怎樣也好 那講回 那最大買的原因是 因為可以調到Laser 那譬如我 吞了一支窗 短一點的 例如3mm 那用Laser調正了之後 那譬如打室外 那紅點就會調高一點 那去到5-60mm 那當我打CQP的時候 那我就只要把紅點 調高一點 調高一點 那就可以調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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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一個最大原因 那 那 還有 那有時候 那我就不知道 那我還不知道 會不會把 那個 放在側邊 或者後面 或者純粹 插過去前面 按就算了 那我現在暫時就沒有決定 那到時候先看看 那 那因為我不打野遊戲 所以它的RL 我就沒有用 不過 講起RL呢 這個最低B 現在這個版本最低B 呢 就是得閃光 是 這個IR電動是得閃光 那我問了FMA那些廠家 那它就遲點才出過場著的 那現在就暫時是得閃光而已 那你如果要買的就留意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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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水就是全部閃光來的 那 那最好就問一問才買 要不然真的打野場呢 你試試試試看 到處走 就 怪一些 那 那總括來說 市面上的玩具來講 那 最英俊暫時都是它的 那 那 至於這個價錢 就 看個人是否接受到 那 老實說 玩開真野這些 都不相差 再 給這個再多10倍 那我買了真野玩 那 那這個就是 簡單的開箱文 那 喜歡的就訂閱 和給我一個Like 那 今次就是這麼多 那 那 小吃 那 那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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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